崔永元爆料阴阳合同或法律专家力挺,无论真假,都不构成侵权。 因为冯小刚发布首季二剧照,然后引起了崔永元怒爆整个娱乐圈内幕的消息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崔永元最先批评的是冯小刚与刘振云,然后首撕范冰冰。 并且删除范冰冰合同照片,其中一千万的片酬不免让人有些砸舌。 除此之外,崔永元还并没有提及民会地表示娱乐圈明星用阴阳合同偷税漏税。 而此消息一出,便让网友纷纷想到了范冰冰身上。 因为范冰冰刚巧不在国内的远古,所以便委托工作室发表了一张用法律维权的声明,并且表示崔永元已经涉嫌侵权,侵害范冰冰的合法权业,同时还让崔永元删掉不实消息。 而对此,崔永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自己并没有说过是范冰冰,但自己却有一抽体娱乐圈明星的阴阳合同,随便一份都可以让当事人进去。 而崔永元说的这些话,也得到了法律专家力挺,近日,法律专家详细解析了崔永元有没有侵权的嫌疑。 首先第一点,崔永元说范冰冰片子拍得烂,不算侮辱,这是言论自由,民众有权利质疑。 第二点,如果崔永元所说的阴阳合同并非真实的,那就够不上侵权。 第三点,如果是合同是真的,那崔永元也同样够不成侵权,因为崔永元并非是合同某一方,所以侵权之说根本不成立。 第四点,范冰冰既然认为阴阳合同属于商业机密,那也就等于是认可,那么在之后范冰冰很快就会被税务部门盯上。 这些所说无误的话,那么范冰冰就很有可能因为偷税漏税,成为下一个刘晓庆。 当年刘晓庆因为偷税漏税一千五百万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。 如果范冰冰比刘晓庆还多的话,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